医院应社区之妖在小区开展疫诊 结果被医疗主管部门以非法行医为名 罚款11万 这样的怪事 它到底应不应当出现呢 最近四川卢州就出现了这一幕 卢州当地的一个社区 为了提高本辖区的居民的生活福祉 跟当地的一个医院联系 说我们这个小区老人挺多的 很多老人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病 你们能不能派几个医生 免费的给我们老人进行一定的一诊 不收钱的 当然了对于医院来讲 你过来出一诊 你总得打上是哪个医院哪个医生 这无形之中也等于给你们医院做了一定的宣传 医院感觉到挺好 毕竟哪怕不为了宣传 咱给中老年人解决一点医疗难题 也是个好事 所谓医者父母心 因此医院也同意了 过了几天 医院就派出了两个医生来到居民小区 给这个社区的居民进行一诊 然而没想到 一诊进行过程之中 突然来了几个工作人员 自称是当地医疗管理部门的 人家查验了相关手续 确认了这俩医生是真医生 医院是真医院之后 人家也说了 你搞一诊可以 但问题是根据相关法律啊 任何人哪怕是真医院真医生 你要搞一诊的话 你也得至少提前15天呢 到县级以上的医疗主管部门去进行报备 你不报备 你这个一诊就是非法的 当地这个医院 咱也不知道是不知道这个规矩呢 还是疏忽大意 他们这个一诊真的就没有报备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也可能是时间来不及 毕竟人家要求提前15天以上进行报备嘛 所以呢 人家医疗主管部门就说 你这个一诊他就是违法的 你们这俩医生就是非法行医 要对你这个医院进行11万的罚款 医院当然不服了 我来医诊 我一分钱都不收 你为啥罚我款呢 他们跟医疗主管部门进行了辩解 而且呢 他们还提供了别的医院 未经报备非法医诊的线索 因为根据当地的规定 你如果有律工表现的话 可以减少你的罚款 你举报同行医诊 这就算律工表现 但是即便这样呢 医疗主管部门还是认为 你们就是非法行医 因此11万不罚了 要罚5万 医院还是觉得委屈啊 我一分钱都没挣 我给老百姓免费的诊疗 这怎么就成非法行医了 所以医院不服裁决 一纸诉状 告上了法院 最近相关案件还在审吕之中 当然我们理解 当地相关执法部门 为什么要求所有疫诊 人都必须报备 人家可能是想啊 你们是真医院 真医生没问题 但是架不住 有一些假医院假医生 他会打着医诊的幌子 假医诊 真骗钱 所以人家的法律 定的是很严格的 任何医院 你要医诊 得提前报备 我要审验你的资质 检查你的流程 才能允许你出来医诊 但问题在于 既然人家是真医院 真医生 也真的一分钱都没有收 像这样的所谓非法行医 能不能批评教育一下 口头警告一下就可以呢 为什么非要去罚人家的钱呢 你的这纸罚单落下来很容易 但以后还有哪个医院 愿意去干一诊这种疏离 不讨好的事呢 你这样打击医院和医生的积极性 难道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 就是个好事了吗